欧巴马全民健保补助的计算方式 必须是以每户每年的报市资料 为参考依据之位 东森新闻就和华新保险 特别联手推出的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这一集就继续请到 华新保险的个人健保规划师 要来向观众解说 哪一些状况之下 应该考虑要来更换健保计划 好 那今年呢 由于这个保费涨幅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很多民众都在考虑 我到底还要不要留在 我现有计划里面 还是说我去选择一个新的计划 但是如果您在做这些动作之前 您要考虑一下 您在这个接下来的一年 会不会有很多看医生的情况 那现在的保费的情况 对您来讲 是不是还是可以承受的 您到底是喜欢PPO HMO计划 还是所谓的EPO进化 那您是喜欢用这种 高大上的健康保险呢 还是喜欢用一些 平民的健康保险 还是说我只追求最低的保费 其实呢 每一种选择都会有一个答案 那只要您在开放投保期间内 11月1号开始 咨询您的保险经济 让他们了解一下您的需求 就可以为您做一下 2017年的规划 看问题找答案 华星保险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导 礼拜五呢 还会来深入探讨 中小企业的雇主 在哪一些情况之下 应该要考虑使用 公司的团体保险 礼拜六晚间呢 还会有更全面的深入报导 也敬请观众持续锁定 请观众持续锁定